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亚太世界 国外外来物种入侵的情况 各个国家采用的处理方式都不太一样 但是最后的奋斗目标是相同的 就是希望解决外来物种所带来的危害和影响 聊到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一下 美国为消灭亚洲鲤鱼所做的一番努力 据了解在上个世纪70年代 美国还早泛滥 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也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特意引进了亚洲鲤鱼来清理这些海藻 虽然最后海藻确实全部清理干净了 可是鲤鱼又再一次泛滥成灾 引发了新的生态问题 因为鲤鱼在当地没有天敌 所以不停繁衍 这样一来美国又要想方设法解决鲤鱼的问题 因此他们想到了我国的茶干湖东谱活动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这个活动 也会吸引很多人参加 所以茶干湖里面的鱼在经过一番捕捞之后 数量会急剧下降 意识到这个结果之后 美国也开始组织捕捞行动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解决亚洲鲤鱼泛滥成灾的问题 但是即便他们前期做了大量宣传 也没有吸引多少人来参加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 归根究底 还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对鲤鱼的看法不太一样 我国的东捕行动延续了几千年 捕鱼既是个个人爱好 又是生存技能 但是美国却不一样 亚洲鲤鱼可是美国人非常讨厌的物种 根本就没人想要参加捕捉行动 更不用说实用了 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 也在意料之中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啊